前總統奧巴馬確診新冠肺炎 前總統奧巴馬星期日通過社交媒體推特表示 他的新冠肺炎檢測呈陽性 但是他感覺並無大礙 而他的妻子Michelle檢測呈陰性 奧巴馬在推文中說到 已經有幾天喉嚨發揚 但是除此以外自我感覺良好 並慶幸自己和妻子都接種了疫苗的加強針 儘管美國的感染率有所下降 但是奧巴馬鼓勵更多的美國人接種新冠疫苗 根據美聯社的報導 過去一週平均感染人數優惠35,000人 和1月中旬接近80萬人的平均水平相比大幅下降 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的報告稱 75.2%的美國成年人已經完全接種了疫苗 其中47.7%完全接種疫苗的人已經打了加強針 疾病中心在2月下順放寬了室內口罩的建議 目前絕大多數的美國人 生活在沒有建議在公共場所配戴口罩的地區 天下維視記者編輯報導 在香港人民 president博士編輯報導 總結束 聯邦人 校長